其实按钮的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如果以后你的工作都是按按钮事情就解决 那这是蛮棒的一个 不过前提是你要自己把这个按钮给产生 如果你按钮没办法产生的话 那你还是只能用老方法 真的不是太好的方法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每天都很忙碌 其实都不是真的忙应该忙的 都在花太多时间在解决那种 就是你只是你把自己当机器人一样 你就是机器人 你因为你一直在做一些重复性的动作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 人的心理跟身体的健康都没有帮助 而且反而很容易劳累 手为什么一直 像有些人一整天下来 手就会发现那个手腕 或者是手肘好像发生问题 其实都是因为这样 因为你一直重复重复 而且你一直悬空 你又没有做好那个 所以最好垫一下 而且眼睛也会容易出毛病 因为你眼睛一直盯着同一个地方 你眼睛也会出毛病 所以我发现 像我们那种长时间使用电脑的人 反而没有问题 其实我不敢说没有问题 比较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都不是动眼 而是在动脑 我在想说 我后面该怎么做 我不是说我一直盯着 我一直做重复的事情 那可能你的眼睛跟你的手 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与其 这样你老不如多动眼脑筋 而且未来你会发现 这个未来世界真的在改变 最近我看那个 什么教育部宣布 107年的课纲 已经把程式设计 列进来了 也就是以后 要从小就开始要学写程式了 这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 所以以后你的小朋友 可能还会问你说 爸爸妈妈这个程式要怎么写 如果还好你有来学 你可能 这个我知道 这个很简单 这个两次 我们老师有教过 你也不用讲 你看我写给你看 那当然很快你就知道 原来 不过以后可能是纸本 反正这个东西 它在纸本上面 反正也是一样 你就反正照着 答案是什么 你也可以至少明白 那个是什么意思 不然的话 就真的可能也会有代沟 以后你小朋友 很快就自己都会开始 动手写一点程式 然后爸爸妈妈还搞不清楚 他在做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当然 已经是一个很明朗的趋势 而且未来这个大数据 物联网 我想跟这个都脱离不了关系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清除跟刮壶 这个刮壶是输入一个公式 可是我们不是 我们如果要是这个 就是输出的部分 它不是一个公式 它是最后的一个结果 或者是甚至怎么样 插入一个函数的时候 你可以在使用的定义里面 多增加一个叫刮壶自串函数 这个刮壶自串函数 那就非常简单 给它一个结果 给它一个资料 它会给你一个结果 你会向下填满之后 事情就搞定了 这样的话更棒 如果说每个公司里面都会有这种 一定会有这种 而且可能每个人都有需要 如果说你是帮人家写这东西的人的话 抽离出来 然后将来你可以把这东西变成一个争议集 然后以后每个人你就去update那个争议集的话 全公司所有的函数都会有了 这样子全公司的效率整个都提升起来了 所以如果有远见的老板应该会想 这个需要一个这样的人 这样子整个你会发现就不需要说 每天一堆人在土法炼钢 那个人就帮忙去指导说 以后你们就不要这样做了 浪费时间 你说整体效率会提高 一定会的 这样会省多少时间 省非常多时间 人力是不是又多出很多 所以公司竞争力当然会相对的 一定会比较高了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种职缺也是会出现的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银行越来越不缺那种原来柜台人员 反而缺后台的那个 就是说有资讯相关背景 所以他们有些金融像真财 反而他一定要求什么 甚至很多都直接就是注明 你要具备有VBA撰写能力 有耶 真的耶 而且越来越多哦 所以这部分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朗的趋势了 所以学了之后你把它用 用熟了之后 也许你的路就会变得越来越宽广了 好那这里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两个 这两个 各位要有心理准备 难度 一定是比刚刚的还要更难 不过是切断的啦 你说这东西你一下子没办法懂没关系啦 可是你可以延续的嘛 第一个进阶函数会用了 第二个呢 输出公式你也会用了 再来你想说更快一点 然后呢 怎么做 我们来分别来看 第一个就是按一下这个 输出 按下去 那里面的话一样会分四个阶段 一 二 三 四 逻辑都一样 所以呢我们把那个fine函数改一下 改成在VBA里面有个叫instr的函数 那我这边第一个要怎么做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一样把那个清除啦 或者是这边把它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一样把它改成叫刮弧自串 本来这中间没有 但是 它原来只有这中间这些东西 那里面的话呢 我多写了什么东西 特别注意哦 这个跟这个什么差别 1 多了一个a a的变数我自己取的啦 你不一定叫a 你可以叫其他名称都没关系 这个是什么呢 找到钱瓜虎的位置 如果他找不到的话呢 会回传一个0给你 表示他找不到 那如果找到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是3 比如说这个地方 一二三 他会告诉你 在3的位置 所以他a里面就会放3 b里面的话呢 他会找到 如果找不到一样是0 找到的话呢 他会告诉你是9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输出 一样是用mid mid什么呢 把你给他的东西 再串接嘛 这个公司 我想刚刚跟刚一样嘛 就是你的位置 就是找到那个位置 加1 那切几个字 就是从最后一个字 减掉前面的位置 再减1 那一样这个用mid 不过外面会需要多包一个if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 找不到的话呢 那你根本连输出 都不需要 所以这边外面 我会包一个逻辑 if a如果不等于0的话 这边最大不一样就是这个啦 instr 本来用fine 对不对 现在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呢 实际上他也是vba里面的函数 你打个vba 电 instr 他就会出来了 那instr这个函数 他跟fine函数 基本上差不多雷同 不过他最大不一样就是说 他们的那个参数的位置 刚好相反 fine的话呢 是先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钱瓜糊 再告诉他去哪边找 那instr是刚好颠倒 先给他去哪边找 再找什么东西 所以这两个参数位置颠倒一下 其实就差不多了 然后另外的话 你就打vba电 instr 里面的话有什么 不过我觉得他比fine厉害一点 就是说他还可以fine 后面我常用的这个 叫instr rev rev的话意思就是说 revert 就是颠倒的 比如说我们查询一个字串 查有没有关键字 会从头找到尾 可是问题我如果需要 我要从后面找回来 因为从头找到尾 你很花时间 我东西都在后面的 我如果希望从后面找回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这个 instr 后面加一个rev 不过这个顺便提一下 因为刚好 这个instr除了可以找东西之外 其实我以前还蛮常用到就是搜寻关键字 就是类似像全文检索查询 就可以利用这个函数来做 而且其实做的还蛮不错的 比如说你找到某些资料 在某一个档案里面找到 找到的那一个片段的字串 我可以把它切出来 让使用者知道在清单里面 他点两下 可以顺便帮我去把那个档案给叫出来 这个其实能不能做到 当然可以啊 比如说 甚至这个以后延伸出去 你可以去写一个VBA的 什么全文检索档案 检索之类的 就是说可能你有某些资料 在某个档案里面 那以前是每个每个都打开来 可是你现在不用 你现在可以透过ISDR可以帮你找 找到之后以后可以列个清单 甚至加个超连结 那个超连结点下去 自动可以帮你把那个档案打开来 这样不是方便许多 不过目前这个东西功能是没有 可不可以写得出来 可以 会不会很困难呢 当然是很简单 对我来说 但是对 不过这也是阶段性 我讲过了 一定不可能说一下子马上 把那么复杂的东西一次写出来 但是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只要慢慢的 我可以先解决一 再解决二 再解决三 最后把它全部都在一起 这个东西就做出来了 所以很多东西你不要以为说 哇这么困难 我根本办不到 其实你是办得到的 但是前提就是 你需要把问题给切开来 一个一个切开来之后 问题就都变得很简单了 但是很多人都会把事情 只看的那个表面 很复杂 但实际上 一个一个切开来 你会发现 所有的问题都会有答案 而且你切开来之后 还可以再切开 还可以再切 所以有时候我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事情 先把它一个一个的把它厘清 厘清之后再厘清 那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但是如果你只是针对 那个很大的问题 然后开始就情绪 然后怎么样 像昨天我看那个台南市的 什么永康的那个警察局 居然被三四百民众包围 还要求说要去收 那个每一间的那个办公室 我觉得这已经是 蛮夸张的 有些事情 你不是用情绪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如果有些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一定有原因的 冰冻三十 非一日之寒 那问题怎么发生的 你一定要切开来切开来 看一下 一个一个针对 可能发生的问题去做解决 列目标按进度 我想应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第一个 OK 那完全的程式码在云端上有了 这个比较处于难的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第二个的话 工作上应该很需要 如果你今天不是按按钮 而是什么 而是希望将来可以 变成一个什么 插入函数 然后呢 也可以放在争议级里面 这个按确定 直接给一个资料 按确定 它就可以把你的结果给做出来了 然后将来这个 函数 制定函数 你也可以再给其他人用 我前面好像讲过了 另存新档的时候 你可以变成一个争议级 所以以后你可以把档案 放在一个地方 记得密码锁起来 VBA的密码锁起来 再给其他同仁 它也可以去达到一样的效果 它也会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叫做刮弧自串函数 使用的方法非常 因为我想应该大家都会 而且它的位置一定是在 这个 就是使用者定义里面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的 实际上呢 我是把刚刚这个函数 拿来做一个修改 很快就可以做出下面这个了 其实你会发现 上面跟下面 其实结构上面 只有差几个地方而已 回圈不用了 因为那个按下按钮是 回圈从头跑到尾 那方选不是 方选是问答式的 互动式的 它会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然后再把结果丢回去 所以两者之间 如果你可以搞懂 其实就很快可以做出来 至于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刮弧自串 如果说可能程度比较不够的同学 云端上面这边也有 可以先参考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个字幕里面 请大家订阅 有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